中和区公所的星光电影院是来到了第三场 大人带着小朋友大牌长龙 除了是要拿零食拿饮料之外 还有可爱的小丑现场来折气球发送 前任的中和区区长邱锤毅也特别是来到现场 和大家一起来看电影 中和星光电影院来到了第三场 人潮依旧是大牌长龙 除了等着拿饼干和饮料之外 还有可爱的小丑现场折造型气球发送给小朋友 让每个拿到气球的小朋友都好开心 中和区长陈锡毅表示 希望既有暑假的星光电影院 让亲子一起同乐 这个我们中和率先在举办这个星光电影院 那今年的话 也是一整个月时间 有四周的礼拜六 每一场都来举办 选择我们四个区 主要的我们市民活动地点这样子 那每一场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民众都将近有一千多个民众 都到场来观赏 那主要都在孩子一样是家长带小朋友来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的话 然后那个在每一年 在我们地方预言的支持下的话 我们持续来办理 前任中和区长邱锤毅也特别代表儿子 也就是新北市议员邱风瑶到现场和民众致意 他觉得相当感动 星光电影院从他开办以来 在中和已经持续举办十多年 成为中和暑假亲子快乐的行程 也希望未来星光电影院能够继续举办 有这么多的人潮大家这么踊跃 这个回忆起来也是已经有 一二十年的一个历史 我们很期盼说这个活动这么踊跃 而且能够让更多更多的这些小朋友们 年轻人大家共同来参与 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暑假价值 这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 电影开播前的抢达活动和抽奖活动 更是让每个孩子都玩得不亦乐乎 让中和周末的夜晚充满欢乐气氛 最后一场星光电影院即将于 8月15号晚上7点 在前国防管理学院中正堂登场 中和区公所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看精彩电影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